我们讲数字 今天开始由0 这个为什么讲这个 现在科学的年代 对于这个凡事都讲究一个量化 数据化 最后那个定数 结果论 它不光是科技 还包括这个各方面 都讲究这个这个绩效 最终的考核 那我们自古讲这个神仙中阴 凡人中果 那没办法 我们在这个时代 就跟着它先走 这个数字 在现在科学的这个天文物理学 至大至上的最高的天文物理 到最其精微的 这个对量子力学 对这个真微子 以及超纤波这些东西 光等等 都是都是有一个定数的 都离不开这个数学 所以说数学也是贯穿于它这个 当中的这个一个 不要看就简简单单十个数 它所有的变化都在其中 那一经里面也讲 理项数占 其中数就占了一项 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 其中之一 那这个凡事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定数 那也有些变数 它这个数到最后 到盖棺定论 那个时候叫定数 它有大的数 有小的数 最后那个 我们一讲定数 就是最后那个结果了 实际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都是有变数的 有无数的变数 那这个零呢 在这个 现在的小学课本里边 已经把它归为自然数了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都是从一开始 对不对 那对不对呢 对不对 这个 我们刚生下来 是一岁 没有零岁 那现在科学讲呢 好像认为这样是对的 就是凡事呢 我理论 就是设想一个绝对的空间 一个真空 绝对零度 绝对平行 等等 这个零 它是理论化的 是不存在的 其实这个所有东西 它都有一个数 它没有没有数的 没有东西的 那不存在 这个 你看就是说 比如说 有一个什么东西 特别特别小 就零点零零零零零零 还是要至少有个一 它也 它也不光是一 它可能是九 是吧 它没有 就是没有这个 一个一个边界的东西 它所谓的没有 就是没有边界 它也是有边界的 你说与众有边界吗 这个 这个问题比较大 我们慢慢来来解释 空碑理论 现在这个之前都流行这个 是吧 我什么都可以装 我这个放空 什么都接受 融入进来 那这个碑 它是 它是有边界的 它是有戒指的 这些东西都是有的 这个 中国以前讲这个 无中生有 空穴来风 它至少它有个穴吧 这个就是有 那 无中生有 无 它能变成有吗 动动脑子 它这个道德经当中讲啊 这个 无为天地之始 有为万物之梦 其实解释的已经很好了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整体 它在其中产生了变化 所以它 无也是有 有也是无 今天先这样 下节课咱们讲一 我们下节课咱们讲一 我们下节课咱们讲一